记者郑锦衣台北报导 人美心更美 北投警分局的气质锦花 日前在寒冬中协助时事的路到老翁回家 让老翁的家属大为赞赏 时台派出所女警朱冰春 本月14号上午时时接获报案 称台北市承德路七段393向周美联外 道路往台北方向有民众路到 到场时只发现一名老翁呆坐路旁 该路段不但人烟极少且车速偏高 老翁呆坐路旁显向欢声 于是朱元先开起警车警示灯 示意道路后方车辆注意 随即上前关切老翁 老翁虽然没有受伤且意识清楚 但明显行动不便 对于朱元的询问都微笑不语 眼见天气寒冷 还好似要下起毛毛细雨 朱元赶忙将老翁带上警车 再回派出所 回所后朱元启用相片比对系统 总算找出劳翁资料 原来是北投市场一间水果摊 无信店员的年迈大伯 吴南表示因工作疏漏 让大伯跑出家门失联 索性有警方的帮忙 也大赞助元人 美心更美 十分热心 朱元则表示 自己家中也有失智长辈 所以能感同身受 也提醒民众可向社会局申请爱心手链服务 若在走时 可有利警方迅速联络家属 避免危险